12月13日,南部多地遭到强风暴和龙卷风袭击,造成至少两人死亡,超过20人受伤。 这是一个强大天气系统的一部分,该系统令北部地区3000万人12月14日处在冬季天气警告之下。 俄克拉荷马州、德州、路易斯安那州、密西西比州、阿拉巴马州和佛州遭遇一系列龙卷风和强烈风暴袭击。 与此同时,暴风雪迫使克罗拉多州、怀俄明州、内布拉斯加州、坎萨斯州、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州的洲际公路和其他道路关闭。 国家气象局13日晚上在一则警报中称,一个强大的系统继续在北部和中部平原产生大雪、暴风雪以及冬季混合天气。 预计在中南部腹地和中南部地区会出现各种危险的强风暴,包括强烈的龙卷风和可能导致山洪暴发的大雨到暴雨。 13日的风暴引发了至少15个龙卷风报告,并导致从俄克拉荷马州、达拉斯沃斯堡地区到密西西比州的民宅和企业受损。 在路易斯安纳州卡多教区警长办公室14日早些时候表示,一场龙卷风导致一对母子身亡,一名成年男性受伤。 而路易斯安纳州Farmerville联合教区警长办公室称,龙卷风将一个社区移为平地,大约有25人受伤,一些人伤势严重。 在德州,沃斯堡气象服务部门13日晚些时候表示,已确认有5场龙卷风,他们正在调查至少7场其他可能的龙卷风。 警方称,在达拉斯西北20英里处的Great Van,至少有5人受伤,一家山姆会员店,一家沃尔玛和一家购物中心受损。 从13日早上到14日凌晨,至少有17起龙卷风报告,俄克拉荷马州1起,德州4起,路易斯安纳州5起,密西西比州7起。